如果超四悟空和自在极翼悟空使用融合术 那么这个新的人物应该叫什么名字呢 龙珠GT中的超四悟空意外进入到龙珠超世界 代表六宇宙参加励志大会 他跟七宇宙自在极翼赵悟空 联手对付吉莲 但都被吉莲打败了 吉莲把气息汇聚在手臂上 他想一招把所有人都击飞擂台 像怕激动的大叫起来 因为现在场上六宇宙的选手只剩下GT悟空了 但GT悟空再一次被吉莲打回原形 这一次他甚至无法起身 他嘴里不住地给卡利弗拉和凯尔道歉 他没能帮助他们赢的比赛 这时17号给七宇宙悟空戴上防护罩 并且一口气把自身力量全部迸发出来 这阵爆炸成功打断了吉莲的施法 这时候悟空成功领悟了自在极翼 他再次跟吉莲展开激战 GT悟空看着七宇宙悟空的身手 他认出这跟七宇宙悟空刚刚施展的自在极翼罩 完全不同 这一幕使得重破坏神纷纷起身观看 虽然自在极翼悟空可以跟吉莲相抗衡 但是悟空的身体却承受不了这股力量 很快悟空的自在极翼消失了 吉莲盯着趴在地上的悟空 好了 游戏到此结束了 就在这时 GT悟空给七宇宙悟空心灵传音 他表示自己有一个计划 那就是融合 现在唯一打败吉莲的方法就是融合 听到他们的计划 魏美的当即出声抗议 他表示这是作弊 但两个拳王却觉得这会很有意思 当即同意了GT悟空的要求 两个悟空同时摆出姿势 一道绚丽的光芒射出 照得众人睁不开眼睛 就这样 超级融合战士孙悟空诞生了 不仅如此 孙悟空还把神之气息 融合到超四变身之中 成功完成超四蓝色的变身 看到这个形态的孙悟空 魏美得非常紧张 他觉得这个新孙悟空 一定不是个好惹的角色 吉莲看着悟空 牙关紧咬 也许是这个新悟空的气息 对他也产生了压力 下一秒 超四之神悟空对着吉莲急冲而来 刚一交手 超四之神就打败了吉莲 这个超四之神完全没有浪 他直接一发龟派气功 就把吉莲轰飞出擂台 在打败吉莲之后 他们的融合也解除了 不过 他们彼此的记忆 也都相互交换 七宇周悟空知道了被比的事情 GT悟空知道了超赛神 拳王甚至连黑悟空的记忆都读取了 这时 七宇周悟空提出 现在该他们决出胜负了 GT悟空表示自己 已经做好了准备 这场战斗令人难以置信 他们之间的每次碰撞 都让擂台发出震动 看得小拳王直呼精彩 但比鲁斯却紧张不已 卡利弗拉看着他们的战斗 他相信GT悟空一定能赢 两人的身影 在擂台之上快速移动 七宇周悟空再次变身为超蓝形态 GT悟空也变身为超四形态 然而这样的变身 依旧没能让他们分出胜负 只是让战斗变得更加激烈了 七宇周悟空觉得超四的力气很大 跟他对拳 自己的拳头都忍不住颤抖 GT悟空则觉得 超蓝悟空的战斗技巧 让人惊叹 但很快 他们再度朝着对方冲去 虽然彼此都受了很重的伤 可他们却越打越兴奋 因为本身是一个人 所以这种情况下 他们不约而同地使出了龟派气功 两人都被这股爆炸冲击炸飞 也因为这股冲击 两个悟空都被淘汰了 只剩下17号 还在擂台上 他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他跟动漫里一样 许愿复原了其他被消除的宇宙 回到六宇宙后 巴朵斯安慰GT悟空不要伤心 他可以继续留在这里 自己可以交给他 神之气息和神之玉术 回到GT宇宙里 之前 贝比以为自己杀掉了悟反 悟天和特兰克斯 但实际上 悟天和特兰克斯活了下来 之后贝比救活了他们 并在他们体内 重新种植了重乱 因为在征服大部分宇宙之后 贝比发现自己没有对手 体内的赛亚人血液 让他需要战斗 所以他需要悟天和特兰克斯 作为他的陪练 为了能够清晰地知道 自己的力量增长情况 贝比让布马给他做了一个 超大型的力量探测器 经过探测 贝比的战斗力等级为39级 而悟天和特兰克斯的战斗力等级 分别为5级和6级 因为他们与悟比相差巨大 为了更快地提升实力 他们合体成悟天克斯 利用这个身体来进行训练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9个月后 贝比与布马的孩子居然出生了 还是龙凤胎 男孩叫露露 女孩叫莎莎 这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种族了 特兰克斯和悟天 只是人类与塞亚人结合 而露露和莎莎体内 则有人类 塞亚人 人造生物三种种族基因 想必这两个小孩的潜力 将无法估量 回到悟空这边 在巴朵斯的调教下 悟空很快就领悟出了 超越了超四的变身 他为这个新变身 取名为超级塞亚人阿尔法 而卡利弗拉 也学会了超赛神的变身 不知不觉 一年的时间又过去了 超级龙珠也冷却完成了 悟空告别了卡利弗拉和开尔 准备踏上了寻找龙珠的路途 悟空表示 自己很感激卡利弗拉和开尔 为自己做的一切 自己也很庆幸遇上了他们 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忘掉他们的 听着悟空的话语 开尔忍不住流下热泪 女强人卡利弗拉坚持了许久 最后也绷不住了 在找起龙珠之后 悟空又去了一趟七宇宙 当见到自己的孙女小方时 GT悟空高兴不已 只是七宇宙悟空担心 GT悟空回去之后 他能否顺利打贝比呢 GT悟空让他放心 自己除了超四 又修炼出新的变身了 七宇宙悟空给GT悟空打气 他相信自己 不会输给贝比那个家伙的 临走之前 七宇宙悟空 还特地送给GT悟空几颗仙痘 完成这一切后 GT悟空来到超级龙珠前 巴朵斯知道他要离开了 专门送给他一件神器 有了这件神器 就算悟空回到自己的宇宙 他可以拿着这件神器 轻松找到他们世界的天使 而且 这件神器里 储存了GT悟空所有的精力 以及巴朵斯的流言 他那个世界的天使 可以通过这件神器 就可以了解一切 而且 在看到巴朵斯的流言之后 那个天使一定会帮助悟空 不但如此 巴朵斯还把合体耳环给了悟空 悟空纳闷 给这个干什么 这时 卡利弗拉和开尔出现了 他们告诉悟空 他们不允许 他就这么离开了 因为他们要跟他一起去GT世界 GT悟空看着两人也感动不已 随后 GT悟空对巴朵斯表示12分的感谢 如果不是他 自己达不到现在的水平 经过超级神龙发力 GT悟空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宇宙 只是他不知道 在GT宇宙之中 时间已经过去了15年了 悟空利用神器找到了维斯 他把这件神器展示给维斯看 维斯在了解完事情始末之后 维斯表示 他可以帮忙搜集超级龙珠 只不过 他现在无法离开比鲁斯星 因为GT世界的比鲁斯更加懒惰 他还在睡觉 并且不允许任何人打扰他 维斯告诉悟空 地球已经没有了 现在 贝比在他自己建造的星球上 于是他顺移到了贝比星 悟空开始感受小方或者物贩的气息 准备去寻找他们 但他却搜索不到 于是他直接来到贝比的面前 却在这里看到了不满和陌生的小孩 悟空告诉贝比 他这次来 就是来打败他 拯救地球的 贝比看到悟空居然还活着 他有些惊讶 不过很快 他就高兴起来 因为这些年没有对手 他已经寂寞很久 另外 贝比告诉悟空 他已经征服了一切 现在这个世界在他的统治下 比以往的地球发展得更好 他绝不允许有人来打破这一切 随后他们离开宫殿 到了一处偏僻的地方 借王神借礼 老借王神和杰比特神 看到悟空回来了 他们激动不已 杰比特神好奇 悟空同行的女孩是谁 他们体内也有着强大的力量 回到地球上 悟空问贝比 自己的孙女小芳和儿子悟犯在哪 贝比告诉悟空 他们两个早在15年前就死掉了 不仅如此 他还杀了一个会把人变成巧克力的小子 和一个老头 贝比很清楚 悟空喜欢自己的孙女 不过他让悟空不必太难过 因为自己很快就会送悟空跟他们团聚 愤怒的悟空 直接变成了超四形态 冲向了贝比 但让悟空惊讶的是 贝比如今的战斗力 居然可以跟他的超四相抗衡 贝比嚣张地告诉悟空 这么多年 自己也进行了刻苦修炼 现在他可是超级贝比 悟空15年前赢不了自己 现在也同样赢不了自己 说完贝比朝着悟空攻了过来 这一次 超四悟空居然被贝比打伤吐血 而另一边 贝比与布玛的儿女们 正在面对卡利弗拉和开尔 他们让卡利弗拉别想多了 他们的父亲可是宇宙最强大的 说完 露露抢先对卡利弗拉发动了攻击 莎莎在一旁看着 她根本没把卡利弗拉放在眼里 卡利弗拉当即变身超三 你这个小崽子 说卡利弗拉一番交手后 卡利弗拉更是变身为超赛神 完成这一变身后 露露和莎莎都惊诧不已 因为他们都感受不到 卡利弗拉的气息了 卡利弗拉笑了起来 你们这群自以为是的井底之蛙 你们被吓坏了吧 告诉你们 我现在已经是塞亚人之神了 露露当即冲向卡利弗拉 她嘴里叫嚣着 自己不会失败的 让卡利弗拉准备受死吧 回到悟空这边 她刚刚在跟贝比的战斗中吃了亏 她知道超四已经无法打贝比 她必须拿出更加强大的变身了 在悟空一阵嘶吼后 她变身为阿尔法形态 悟空宣布贝比已经输了 因为此刻他们之间的力量 已经有天壤之别了 贝比也发现 她感受不到悟空的气息了 但她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挥拳砸向悟空 最后的决战终于开始了 回到另一边 露露已经重伤倒地了 莎莎情况也好不到哪去 他们开始摇人 很快悟天和特兰克斯来了 但还不等他们出手 卡利弗拉就一发气功 拨杀了莎莎和露露 看着他们惨死 特兰克斯有些不忍 这毕竟是跟他同父同母的弟弟妹妹啊 虽然贝吉塔被贝比控制了 但身体还是贝吉塔的 贝比看到自己女儿被杀死 他非常愤怒 他当即准备对卡利弗拉 发射灭绝死亡弹 但是悟空出现在他面前 贝比 别忘了 你的对手是我 回到卡利弗拉这边 悟天和特兰克斯也变身超三 虽然悟天他们此刻的实力不弱了 但凯尔和卡利弗拉 已经在更高的层次了 一番交手下 他们很快就败了 这时悟天要跟特兰克斯进行融合 听到两人也会融合 卡利弗拉当即戴上波塔的耳环 合体完成后 悟天克斯轻蔑地看着对方 但开弗拉则笑得更加开心了 他准备让他们大吃一惊 开弗拉一番爆气 直接变身为超蓝形态 超三悟天克斯对着开弗拉 释放了自己所有的招数 然而这些招数都不能伤到开弗拉 最后悟天克斯使出幽灵神风拳 这一招经过他们的开发 已经可以作为替身去攻击敌人了 不知情的开弗拉 再接触到幽灵的瞬间 剧烈的爆炸发出 看着眼前的爆炸 悟天克斯认为自己 已经帮莎莎报了仇 但很快开弗拉的声音就传了出来 不得不说 这一招确实很不错 可惜就是威力小了点 接下来 在开弗拉的输出下 悟天克斯很快就坚持不住了 而贝比这边 随着悟空拿出新变身 他也败下阵来 于是 贝比决定 使出自己最后的大招 他把全部力量 都汇聚在这一招上 悟空也拿出自己的大招 龙拳归派弃弓 龙拳出击 所向无敌 贝比终于被彻底消灭了 之后悟空 用搜集的超级龙珠许愿 把所有人从贝比的控制中 解除了出来 这时 老界王神联系悟空 他告诉悟空地球 是因为贝比使用黑星龙珠 建造贝比星 才会毁灭的 想要复活地球 必须要去纳美克星 就这样 在那美克神龙的帮助下 他们许下三个愿望 第一复原地球 第二复活所有被贝比杀掉的人 第三复活贝吉塔 小方再次见到自己的爷爷 泪水就止不住地流下 之后悟空就把自己经历的一切 都告诉给了家人 而卡利弗拉和开尔 也在地球定居了 让人没想到的是 卡利弗拉看上了悟天 随着长时间的相处 悟天也对卡利弗拉产生了兴趣 就这样 地球又迎来了久违的和平 好了龙珠GT到这里就大结局了 订阅野火的频道 观看更多精彩龙珠剧情